美国白宫12号发布拜登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美国将有效地与中国竞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记者会上批评美方此举是固守冷战思维 不具有建设性 终将失败 拜登政府12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又有越来越多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渲染地缘冲突 大国竞争的做法与国际社会基带背道而驰 终将失败 我想强调的是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过度渲染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是不受欢迎 也不具建设性的 美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把拜登总统四步一无意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在经贸领域 美国财长耶伦周三表示 美国必须避免中国将贸易武器化 王宁回应称 中国一贯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致力于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正是一些国家搞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导致国际经贸合作受到阻碍 当前形势下 有官方应摒弃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的做法 与国际社会一道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 安全畅通 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体制 规则 基础的稳定 共同努力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稳定 而在德国方面 总理舒尔茨近期明确表示 反对同中国脱钩 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三则说 不要过度依赖对华贸易 对此毛宁表示 这是以价值观决定远近亲疏 将正常的经贸关系政治化 中德双方应该积极推动互利合作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 凤凰卫视周嘉欣一博见 北京报道